我祝福尔康弥陀佛 我祝福尔康弥陀佛 他在东方的最高处 然后他渐渐地接近而降低 他相距两张弓的长度会更近一些 他把他所因歧视的歧视给他的仆人 他的心没有否认他所见的 难道你们要为他所见的而与他争论吗? 他却见他两次下降 在极尽的三枣树旁 那里有归宿的乐园 当三枣树门上一层东西的时候 眼未歇视也未过分 他却也看见他的主的一部分最大的迹象 你们告诉我吧 拉特和欧赛 以及排行第三也是最次的摩娜 怎么是真主的女儿呢? 难道男孩归你们女孩归真主吗? 然而这是不公平的分配 这些偶像只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所定的名称 真主并未加以证实 他们只是凭猜想和私欲 正道却已从他们的主降临他们 难道人希望什么就有什么? 后世和今世都是真主的 天上的许多天神 他们的说情毫无批译 除非真主时刻他们为他所抑郁和所喜悦者说情之后 不幸后世的人们的确与女性的名称称呼天使们 他们对于那种称呼绝无任何知识 他们只凭猜想 而猜想对于真理却是毫无辟意的 您当避开那违背我的教诲 介于享受今世生活者 那是他们的知识程度 你的主却是全职背离正道者的 他是全职遵循正道者的 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 他创造万物 以便他依作恶者的行为而报仇他们 并以至善的品级报仇行善者 远离大罪和手势 但犯小罪者 你的主却是宽舍的 当他从大地上创造你们的时候 当你们是在母夫中的胎儿的时候 他是全职你们的 所以你们不要自称清白 他是全职敬畏者的 你告诉我吧 违背正道 萧萧施舍就坚令的人 难道他知道幽玄 固认自己的行为为真理吗 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他 谋撒的经典 和履行诫命的 伊布拉辛的经典中 所记载的事情吗 一个负罪者 不负别人的罪 个人只得享受自己的牢记 他的牢记将被看见 然后他将被受完全的报仇 你的主是纵深的归宿 他能使人笑 能使人哭 他能使人死 能使人生 他曾创造配偶 男性的与女性的 是以射出的经验 他以再造为自己的责任 他能使人富足 能使人满意 他是天狼心的主 他毁灭了古代的阿德人 和塞玛德人 而未曾有所遗留 以前 他毁灭了奴哈的宗族 他们却是更不义的 却是更放荡的 他是那被颠覆的城市 富王 古覆盖的东西 曾覆盖了那个城市 你怀疑你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这是古时的 那些警告者之中的一个警告者 临近的事件已经临近了 除真主外 没有能解释他的 难道你们为这训辞而惊异吗 你们怎么嘲笑而不痛哭呢 你们是疏忽的 你们应当为真主而叩头 应当崇拜他 应当崇拜他